《封封箭》 大英姊妹,大家好,我是林彬 大英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梓珊 欢迎大英姊妹,继续与我们查考 《旧约圣经》诗歌书的《雅歌》 在今集,我們會查完雅哥的第二首情詩 在上一集,我們查到雅哥第三章二節 你的解釋是 女主角晚上在床上思念晴郎 因為見不到她,很心急就決定出去找她 女主角去過城中熱鬧的地方 街頭航尾,甚至廣場 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找不到她的晴郎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女主角在床上 她怎樣可以真真正正出去找她的晴郎 是不是她在做夢呢? 林斌,你有答案嗎? 有些聖經學者都有同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繼續查下去 就會發現三章二節的經文很有現場感 女主角不像在發夢 不如我們看看雅哥的三章三和四節 雅哥三章三至四節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 女主角見到她們,就趁這個機會 問她們有沒有見過我的情人 根據這節經文 剛好走開,或者女主角 剛好轉回頭時,就見到她的晴郎 站在那兒 當時那個驚喜交集的場面 一定令她很興奮 哇,這個情景使我不其然想起 南宋詩人身起疾的 《青玉案原籍》最後幾句說 眾女尋他千百度,冒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難山處 如果將這兩節經文引用在 我們追求淑靈生活裡頭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當進途遇到難處的時候 因爲心急,立刻就周圍去尋求幫助 而忘記了聖靈就住在我們的心裡頭 所以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記住要保持冷靜 以祷告去尋求聖靈的指引 找出最好的解決辦法 南宋,你講得很對 其實我們與神之間的距離 只有討告這麼遠 所以只要透過討告 我們就可以與神親近 由祂那裡支取力量和信心 第四節的經文最後提到 當女主角遇到她愛人的時候 立刻就緊緊地拉住她 恐怕她再次消失 並且將她的愛人帶回她媽媽的家 爲何是帶回她媽媽的家呢? 帶愛人回她爸爸那裡不行嗎? 媽媽和女的關係通常都是比較親密一點的 當你有時的時候 你是立刻想到你爸爸要是媽媽呢? 當然我們不可以排除一個可能性 就是女主角的爸爸已經不在 而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古時戰爭比較多 所以男人通常都不在家裡 而子女大部分的時間都會黏著媽媽 咦?可能還有一個說法呢? 我們一起看《創世記》的二十四章六十七節 《創世記》二十四章六十七節 以撒便領利伯家盡了她母親薩拉的帳篷 娶了她為妻並且愛她 以撒自從她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 以撒在他媽媽過了生之後的三年 就娶了利伯家為妻 當時以撒的爸爸阿伯拉罕還在生 不過《創世記》的經文就特別指出 以撒是帶利伯家進入她媽媽薩拉的帳篷 我相信以撒這樣做 是表示利伯家將會承繼薩拉 成為這個家庭的女主人 這個可能是當時的習俗 這樣會帶給一個人安慰的感受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是最高的 在這首情詩的女主角 一定是想將她最心愛的人 帶她去一個認為最安舒的地方 這個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 我們不僅在天國裡享受永生 還應該很熱心去帶那些未信的人 歸信主耶穌 使他們也可以進入天國得到永生 好 我們看看這首情詩的結尾 是雅哥的三章五節 雅哥三章五節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 我指著凌羊或田野的武陸 祝福你們 不要驚動 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 讓她自己情願 以前曾經說過 李節經文在雅哥出現過三次 作為三首情詩的結尾 每一次都是當一對情人親密之後 由雅哥向良人所說的說話 她的意思 我們查第一首情詩的時候 就已經解釋過了 紫山還記得她的意思嗎 當然記得 女主角即是雅哥 用大自然的生物 去為她的愛情做見證 並且提醒讀者 愛情不能勉強 必須是發自內心 自動自覺才是真愛 除此意外 有人認為女主角 是勸身邊的人 不要打擾她和情人的溫馨生活 因為她要令情郎感到滿足為止 其實這個說法 亦都有她的道理和提醒的作用 結婚的夫婦 在還未有小朋友之前 比較喜歡過二人世界 享受不被打擾的生活 直到兒女出生 或者因為某些原因 要和父母一起住的時候 這種這麼溫馨的生活 就無法維持下去 所以奉勸結婚 而未有小朋友 或者沒有和家人一起住的 弟兄姊妹朋友 一定要好好珍惜 這種這麼甜蜜的生活 是啊 我記得有一位做婚姻輔導的姊妹 曾經這樣建議 那些有了小朋友的夫婦 就算不能夠每個星期一次 起碼要每個月一次 請人回來幫你看著你的子女 讓你們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最好在外邊過一晚 盡情享受你們的二人世界 不受打擾的生活 這個建議在中國人的家庭 比較難以實現 因為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人的夫婦 通常都會將兒女 甚至家長輩 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為了盡自己的責任 去照顧老人家或小朋友 幾乎完全忽略了 培養夫婦之間的感情 等到家裡的老人家過了身 而兒女又再不需要自己照顧的時候 兩夫婦突然間覺得對方很陌生 這段婚姻因為失去目標而出問題 嚴重的甚至會離婚 所以享受二人世界或夫婦之間 有一些不受騷擾的時間 是很重要的 希望跟我們一起 查考雅哥這卷書的夫婦記住 需要在感情和婚姻兩方面下功夫 好好培養和維繫彼此之間的關係 既溫馨又甜蜜的生活 我們查雅哥的第二首情詩 就到此為止了 在結束之前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透過雅哥這卷書提醒我們 要珍惜夫婦之間的關係 亦都要珍惜我們和主基督之間的關係 求天父教導我們 好叫我們的心仿效詩人大衛一樣 每日都渴望見到你的面 得到真正的滿足 感謝你的應許 只要我們尋找 就可以尋見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穌基督的 聖命而寇 阿門 我們看見 阿門 我們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